賀人不好學, 奇幣也語 浩志不好學, 奇幣也當 浩信不好學, 奇幣也賊 浩靖不好學, 奇幣也搞 浩勇不好學, 奇幣也亂 浩江不好學, 奇幣也狂 就算你是人志信直勇當 亦然必須好學自得 人生傳書必讀, 讀書多厚福 好學為福, 好學為福 百分造人書必讀, 實在才說得到 紫若, 好義思雜誌, 不逆勇 有憑事遠方來不逆勒 人不知, 如不穩, 不逆溫子乎 呼呼呼, 我真是沒有了 有憑事遠方來不逆溫子 有憑事遠方來不逆溫子 靖靖不符, 符符得定 又符又正, 符符也不相性 再讀不懂, 我確實不動 一如是跑起細胞, 天鵝這麼猛 好學為福, 好學為福 什麼?我批音響被你們扣留住? 請你馬上來到我們貨運碼頭 海關帶來, 接錯調查 這關海關為宜 你的貨是沒有牌侵權的貨品 不是吧, 阿Sir 阿Sir 阿Sir, 這些無牌手袋 乖乖乖乖乖的東西 全部都與我無關, 不是我的 裡面的音響 原裝正貨才是我的 我只聽那個混蛋說 他說有半個貨品刺了出來 我才是在日本運氣的音響回來 阿Sir, 可否先給我一批音響 我答應了這兩個人交貨 調查到與你無關的話 自然會還給你一批貨 那要查多久? 快一個月吧, 慢的說不定 不是吧 糟了…那豈不是要賠錢給別人? 守官, 究竟這批貨現在怎麼樣? 我知道, 我交不了貨你也沒辦法 但我真的想不到會這麼倒楣 如果這批貨交不了給我的話 發亭見 之前公司欠人的 這次是做個結痕痕的, 加起來 要不要這麼多? 不是吧?現在才來爛 已經沒錢了, 不想我死了 麻煩你給阿波 水貨王? 長勝? 上天幫他走水貨的八千元 你還沒給我 打擊你又不回覆機 對嗎?還錢? 八千元而已 我又是怎麼這麼大的事 你剛才一個波餅散了你 散爛了那部電腦 這條數怎麼算? 你是不是賠給我? 你知不知道電腦裡的資料多重要 關乎我幾百萬上落的生意 現在電腦沒了, 生意沒了 你是不是賠給我? 課金嚴重 行, 大人不記小人過 這幾百萬我就暫且不用你賠 這回答是這樣 這部電腦是你散爛的 我買了三皮, 你賠三皮來吧 你說我剛才欠你八千 行, 就三皮減八千, 即是實收二萬二 防水 速速瘋, 別兩頭旺瘋 沒這麼多 沒有?你哄鬼吃豆腐嗎? 你牛糕馬大兩三皮都說沒有? 好, 我看你這麼可憐 有一場相識 我就讓你走一條生路 我看你走一條生路 借過…看看 鬧不鬧鬧 不過撿乾淨它也能住人 好嗎?我就住在這裡 直至退一條數位置 好 坦白說, 我在這裡住就逆了你 第一, 你家人都移民了 只剩下你一個在香港, 對不對? 你是日理萬機 一份正職, 九份兼職 哪有時間在家裡才行 所以我在這裡住 根本無法影響你 第二, 多人多一把聲氣 就算火抓你上來 也有人叫你走, 對不對? 有你好處 有了 為什麼你要騙我公司的錢? 你是我女朋友 我才給你公司的錢看 搞得我欠了人家這麼大筆債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你不如問問你自己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跟你一起談戀五年 你一直都拖著我 不肯跟我結婚 我五年青春就這樣沒有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好好地 為自己打算一下? 為什麼我不肯跟你結婚? 就是因為你的女人信不過 現在證明了給我看 你的女人真的信不過 我知道 你媽媽以前跟人走的路 令你沒有信心結婚 那你別拖著我, 你浪費我時間 那些錢你不能拿回來 當送給我, 做分手費吧 你女人是賤人, 全部信不過 大哥, 有事慢慢來 楊錦秋 你拿我們財務公司來收我什麼時候還? 現在說了幾百萬 這層樓我已經賣了 你等我收了這道菜 就把錢還給你 來, 你有一個星期的時間給我 一個星期? 還用手指手吃才行 嚇死我 祥仔 我, 秋冠 很久沒見了, 你好嗎? 你真想借錢 你真聰明, 你怎麼知道呢? 一群生意朋友裡 誰還沒讓你找個好處 重點會有人肯幫你 追傻佬? 死… 各位支持基金精肥街坊 你願意九度氣數 就可以這邊上車出發 不要走 等等… 不要走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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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反正沒事做 吃完之後就看場景 好 情郭柱 情氏家族的太子 都來看這場球 有點惹 是 大家精神一點 如果這場球贏了就會勝上越早 所以大家, 這場一定要贏 又想念女兒? 神經病 一般的哺乳女動物 都是同性相距、異性相級的 所以我現在的目光 在一堆痴性動物身上游走 是絕對正常和合理的 狄想念女兒 你沒回事了? 糟了 別說了,你快點趕下來 就這樣,教練,麻煩了… 長勝剛打給我 他說剛才能收工 現在在沙頭角趕下來 我們不要後備弄門 誰先守住? 那怎麼樣?誰最高? 高老仔… 正好嗎? 隨便吧 范先生 是 情生想見你 范先生的服裝品牌 跟我們情侍集團合作了這麼多年 我們當然希望你身出的運動服 可以跟我們繼續合作 不過有點不太明白 為什麼范先生想找這隊球 你做代言人呢? 我這條新線就是走年輕人路線 基緊精神大部分球員都是年輕人 尤其是基緊三寶 有腳法又有格 剛好你又是贊助商 所以就找你商量 這隊只不過是丙組球隊 我們還有贊助其他甲組球隊 其實找他們做宣傳 還有知名度 不是呀, Jason 你知道網上的年輕人說甚麼嗎 他說這隊球是充滿傳奇 如果贏了這場升班賽 就由一支地區球隊 打到變成一支月組球隊 那就剛好配合到我的品牌形象 那就真的要靠他們了 我這張代理合約是長期合作的 分分鐘就過益 看看誰有能力爭取得到 真是過益這麼重要? 是嗎? 是, 齊先生 我來介紹 這位是基緊精神的班主 兼教練范大衛 范大衛? 范先生… 范先生以前是踢甲組的黃金右鏡 小時候看你踢球 沒想到你說話有多風趣 怎麼樣?這場球有信心嗎? 有, 贏硬 有, 贏硬 還要下棋? 不是吧, 打邊爐? 是不是看球的? 怎麼搞的? 不要用手摺 不能用手的嘛, 阿弟, 踢球嗎? 你不是打龍門你也會球禮的吧? 你用手摺 我交 交吧 阿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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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 阿弟, 阿弟, 阿弟 阿弟, 阿弟, 左邊, 左邊 好了…快點, 阿弟, 全球 夠了… 早點交給我, 阿弟, 阿弟 混蛋 搞什麼?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這麼光眼?黃硬吧 阿弟 你起來吧, 你不煩的 你… 快點… 大家冷靜點 不要動我 冷靜點 搞錯, 給我們牌照嗎? 你怎麼這樣都會入閣? 四隻光彈 Jason, 我趕時間 後面有些東西, 遲些藥 黎三, 跟范德偉說 老公, 我們情侍集團 不會再搶這雙球 禍益都走了, 反而… 現在才進場 謝謝… 傻瓜, 聖? 長勝, 你下半場才來捧蛋 我們走了 走了, 上半場四比零, 還不走幹什麼 不, 我們要舉字牌 你幫我們忙, 我們拿一包人 老公, 幫忙吧, 麻煩你 麻煩你, 幹什麼 麻煩你 快點, 幫我 幫我, 幫我 在這個位置 謝謝你, 麻煩你 麻煩你 好… 飛盤精神, 走上去… 傻瓜這麼厲害, 吃了蛋白醇嗎 雷姑醇吧 雷姑醇? 雷姑醇是醜的 傻瓜, 真是 走快點… 手… 手… 十寶, 爆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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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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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減精神, 收斗啟發… 好球 掃包秘密,激進精神 掃包秘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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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好球… 好球 我們很聯繫 結束了 傳奇 太好了… 傳奇? 他們可能幫到我翻身的傳奇 太好了 好, 程先生, 我是范范范 贊助公子可不可以再商量一下? 麻煩你回個電話給我 范先生, 我的偶像 你是? 我是長勝的朋友 我和你通過電話, 我才上來找你 其實你是我的偶像 我小時候就看你踢港隊 我還記得你對阿職時的場球 連高老夫也被你扭死 那場球一戰定江山, 爆冷贏一球 一球也是贏, 這就是傳奇 怎麼稱呼你? 小姓鵬, 叫鵬錦秋 鵬錦秋? 幹什麼? 沒有, 你的名字好像我找的一個人 是?是誰? 是我死鬼老婆和你前夫生的兒子 不知道為什麼一見到你 零四又生日, 像好面前一樣 這就是有緣 是… 范先生 其實我有看過基緊精神那場星班賽 簡直風回路轉, 後敬靈禮 那些年輕人前途無可限量 加上你又是隊球的教練 我想替你們賺贊助 我剛剛為這件事投赤, 你說真的嗎 我看好基緊精神 遲些一定可以打上甲組 隊伍這麼有潛質, 你也教得這麼好 他們很有潛質做球星 沒錯, 尤其是基緊三寶 如果他們肯做運動服裝的代言人 加上包裝和宣傳 那些球星味真是抹發檔 是嗎? 哪會有人會找他們做代言人 范先生, 我做生意多年就沒事了 勝在人面舊廣 只要你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幫你的球 找到一條大水喉 到時莫說經費, 簡直是要賺錢 真的? 其實教球就是我的心願 找到經費已經滿足了 還有錢賺不是做夢吧 你要記住, 有我彭錦秋 就夢想可以成真 只要你給我一個銜頭 我就可以出去幫你賺贊助 保證你的經費, 財源滾滾來 你說真的嗎? 不是說, 我可以馬上做給你看 你去哪裡了?又說帶我去見賺助 就是去了做一些見黎先生的準備功夫 你放心吧 我查看黎先生今天的行程表 他快要下來, 等一會吧 黎先生… 黎先生, 范大威 黎先生, 小姓鵬 是基金精神的營運總監 我電郵了基金精神 升班賽下半場的影片給你看 不知道黎先生看了沒有? 看了 黎先生, 有沒有時間坐下來 談談你們這盡運動服代言人的事呢? 我約了人, 我趕時間 黎先生, 我不會阻礙你太多時間 我不會超過十分鐘就趕完 什麼事? 這輛車不知道為什麼 兩輪車都爆了 黎先生, 你趕時間嗎? 我有車, 我送你 黎先生, 上我車吧 順道聽聽我的想法吧 我保證不會浪費你一秒鐘 我猜不到, 輸四比零下半場 都可以反敗為勝 基金精神是出了名的神奇球隊 否則黎先生 你最初也不會打算找他 做你品牌的代言人, 是不是? 好意思 而且我還有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過來看看 就是將基金三寶塑造成讀書 劈球勢 在父母眼中有前途的年輕人 成為香港年輕人發奮的目標 加上你們品牌的口紅 他是神奇 你說是否天衣無縫, 無懈可擊 量身訂造呢? 你怎麼了? 對不起… 是不是很震撼?黎先生 聽說我挺吸引, 挺傳奇 不過據我所知 基金三寶不是讀書的材料 這三個真是領先… 黎先生, 就是這樣才能打造奇跡 有了你的包裝 對球就從越早打到上甲組 好, 有了這個贊助 那些幫牛才能變成高材生 成為文武全才的年輕人 那還不轉奇, 那還不是禮物? 好, 你也挺有想法 不過這樣, 你要找到一個代理商 拜我的橋 黎先生你的憂慮, 我完全明白 總之這方面的事就包在我身上 好, 第三, 我們預祝合作成功 謝謝 爸爸, 你打高速真的越來越厲害 我真的不夠你打 打高速就很講定力 你以為像你那樣 連做生意都這麼任性 爸爸, 你在說酒店的項目? 就是 本來我打算收購的百年舊樓 將它改建成一間特色的酒店 除了商業價值之外 還有保育的意義 你本來的構思不做 就是因為你太主觀 令人冷手撿過越戰隊 拿了一個項目來做 為了這件事 我還要跟公司的動事交代 對不起, 爸爸 我知道這件事我處理得不太好 我應該麻煩你了 你就是這樣 做事還是這麼小蜜蜜 幸好他弟弟不像你 這倒是, Benny聰明給我圓環 對了, 他就快要讀書回來 他在英國讀完PhD 當然要回來幫忙 你做事再這麼不成功 因著弟弟爬你頭 爸爸, 我也花了很多心機在公司 例如黎老闆新推出的運動裝品牌 我現在很努力地跟他們在談 希望可以拿到代理權回來做 當然最好, 別再闖禍了 爸爸, 你放心, 這次一定談得好 黎先生 我剛剛跟甲祖班伯 籃球的班主在羅先生談過 他對Lagent也很有興趣 彭錦秋沒跟你聯絡嗎? 昨天就談好了 找回基錦精神做代言人 彭錦秋? 基錦精神的營運總監 他說得對, 傳奇是需要神話 我們要碰基錦三寶 做文武傳才的足球明星 你跟彭錦秋談談 怎麼碰那幾個年輕人 好 就這樣決定 遲點跟你聯絡 就這樣 是 不如看見我 基錦精神 幾時就多一個營運總監? 身家的 從現在開始 范先生已經委託了我負責球會對外的事務 不知道程先生知道我們對球 已經升上越組嗎? 所以黎先生才肯找你做代言人?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而最重要的就是 黎先生非常喜歡我的構思 就是把基緊三寶打造成踢球 讀書勁、文武全材的精英 也就是傳奇傳奇的形象 能夠令黎先生購買的想法 看來彭先生你也不簡單 所以我除了代表球會之外 我還代表黎先生來和程先生 談談三方面的合作條件 儘管說來聽聽 程先生,如果我們成功爭取這份合約 程氏國際作為代理商 分到最大份是合理的 而我們基緊精神作為代言人 我們球隊裡人數更多 而且黎先生也想把我們谷上甲組 我們取回三成的利潤也很應該 三成?你知道三成有多少錢嗎 程先生,這些只是互為互利 球隊需要經費 對,而程先生經過保育酒店這件事之後 對黎晉晉這份合約也志在必得 你比我底下 那也別這麼說 做生意的事是知己知彼的 相信程先生也很想做一些成績 給令尊翁看看 做成這麼大的生意 你可以分成七成 我們只是分成三成 這件生意做得過,程先生 不錯,我接受你的條件 不過我也有條件 我要你保證明年的第二季 球隊要上甲組 沒問題 還有,我知道你們這群球員 全部都是兼職踢球的 我要他們在合約期內一個都不能少 特別是基緊三寶 否則我有權終止合約 到時你不僅分不了錢 還要安合一賠錢 好,合理吧,程先生 就這樣決定吧 仲仔,叫大家過來 跟大家介紹 他就是我們球會的新營運總監 彭錦秋先生 請點掌聲,彭錦 他是我們營運總監 大家不用這麼見外 叫我抽官就行了 無緣無故有多個營運總監 不是無緣無故的 現在你們升上月組 球會就會花很多錢 我的責任就是來幫球會賺錢 沒錯,抽官已經幫我們球會 就結成一張合約 我們就來做一個體育品牌的代言人 球會有了錢就不用怕武經費 我有信心可以幫基緊精神 明天打上甲組 好,過幾天就會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 你們到時就會正式以代言人身分亮相 別吹噓不抹嘴 是呀,甚麼官 做代言人我也很想 但上甲組你別跟教練一樣傻了 你們兩位球員這麼想就錯了 只要大家齊心 這個目標一定可以達到的 我認得你,你是隊長林奕丹 阿神,來,出去說幾句話 鼓勵大家,來 彭先生 是 我想我以後不可以再留在球隊了 為甚麼 我快升中五了 我媽要找A神補習 不讓我踢球 你不找A神,可以找別人 就算找不到A神 我媽也要我找到幾間補習社 對,到時更加沒時間踢球 你不踢,那我都不踢了 媽,你倆不踢,我留在這裡 不好意思 慢著… 頂點來… 偶像 張俠若寫明一個也不能少 我也很想踢球,但沒辦法 其實說真的 踢球和讀書是沒有衝突的 其實我的計劃 是一心把你們打造成文武全才的球星 你想找A神補習嗎? 行,我找他回來教你 你別傻了,你以為有錢大了嗎 A神就是教明孝生的 這位小朋友 這個世界沒什麼是沒可能的 你們也想不到 你們會由丙祖升上越祖 你們也想不到 現在會成為廣告的代言人 所以這個世界是很多沒想到的事 是呀,我真的很想做廣告代言人 那怎麼辦? 這次你作主 去找A神補習就算了 有什麼事再說 下次再見 臭官,你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鎮定點,只是有辦法 我彭錦秋武,沒人會有 今天是會考的放廣日 我們成中話題這個節目 已經訪問了很多十丘的狀元 不過還有一個人是我們非訪問不可的 那天就是人稱補習界的A神嚴嘉麗 出來了 A神…出來了 你進去吧… A神,為何你補習的學生 可以連連取A 因為我的學生用心去讀書 A神,明天我們有很多考試的必殺技 為何你自己不開補習社 只是做私人補習 補習社打開大門做生意 很難選學生 但我有我自己身心的標準 請問你的標準是甚麼 煎質好和有心是兩大基本條件 不好意思,我趕時間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小子,這是我的兒子 他讀書很好 他很有善意當你的學生 你幫幫他吧 媽媽,你別這樣生氣 你不用再求,我不會教他 為甚麼 媽媽因為你才誇張廣告 還在求我 你竟然說他要求 我不會收得這麼的學生 A神,你別吵我 你別吵我 A神,你生命靠身 你兒子讀書牛油的學校 很貴也浪費氣了 不要承認 不要 麻煩你嚇我 小姐, 你不是阿神? 你是我的偶像 你不是想我幫你兒女補習吧? 我沒有兒女, 我哪有這麼好福氣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封你做我的偶像嗎? 我年輕的時候, 我很喜歡讀書 可惜在我回考那年, 我就家縫巨變 我媽媽不知在哪裡認識了一個男人 之後就跟了他走路 我爸爸知道了之後, 就激到病了 還死了 結果搞到我那年回考, 都沒有去考 這就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 其實我家以前也試過 經歷一些突如其來的巨變 是嗎?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考回考 也不是不可能的 把書包丟下這麼多年 你還在哪裡追上去呢? 除非阿神你肯幫我補習 不過我知道阿神你收心很嚴重 我哪裡有這個福氣 或者你也可以嘗嘗 把你以前不效率的成績生給我看 幹什麼? 謝謝你, 阿神 不用謝我主, 我也沒答應你什麼 不是, 我想跟你說 我可不可以把你教我這個機會 轉讓給一些更有需要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聽過基緊精神這隊球隊? 基緊精神這隊球隊 就是香港足球界未來的希望 這隊球隊裡面 有三個年輕友為的年輕人 叫做基緊三步 他們要踢球 又要讀書應付未來的會考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幫他們補習 原來這才是你的目的 你今天開你的的士來接我 早就有預謀了 你剛才跟我說的那些身世 全部都是作故事 我要下車 開門了 你聽我說 我剛才說的全部都是爭說話 我就是知道你一向都生生好嚴 所以我才想起這種計劃 隔了你上車之後 打算慢慢求你 我現在先送你去目的地 去到你的目的地之後 我們再坐下來慢慢談好不好? 你讓我送我去 麻煩你現在立刻停車讓我下車 嚴小姐, 我做了這麼多事 只是表示我的誠意, 請你接受吧 這不是誠意 用骯髒的手段欺騙我的同情心 嚴小姐,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做 還不夠誠意 我可以多給你錢 我可以出到很高價錢請你 什麼都可以用錢解決 我拜託你停車 別管你答應我 停車, 你聽不懂嗎? 你要停不了車, 很危險, 嚴小姐 你幫我, 嚴小姐 讓車… 幹什麼? 你看, 這裡很危險 停車, 停車, 別管我… 別管我, 走開 我要進去了 我 Woodcock, 別管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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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走開 我要進去 來, 要進去 把我走開 我要進去 真是死定了 糟了 好美 謝謝 我還沒見過女人不喜歡鑽石 喜歡水晶 我就是不喜歡我們的感情 滲入了金錢的雜責 我又不是不懂得賺錢 為何要去洗男人錢 我就是喜歡你夠特別 所以這十二年來 我不僅喜歡你, 還很欣賞你 知道 這條鏈就叫Jason 如果你有甚麼不開心 或是想見我的話 你就像阿拉丁神燈那樣 拆一拆它 這樣我就立刻出現在你面前 好嗎 是先好 不知道的, 試試吧 別看笑我 幫人的角色不是你才會做的 我也可以保護你 其實, 我有件事想找你幫忙 雖然我知道你未必肯答應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其他辦法 所以才求你 先生, 太太, 葉老師來了 阿拉丁神燈, 你們來了嗎 阿拉丁神的名字聽得多了 人真是第一次見 我們介紹, 這位是我太太 這位是Mr. Im 你好, 程太太, 你好 隨便坐 坐 李士謙, 不是這麼收學生的 我很辛苦才請到你看看我們女兒 那你快來得正好 Lily今天又被人投訴了 說她在學校打招呼 又不肯聽書 現在她在上面又不肯做功課 我們說她也不聽 是呀, 程先生也跟我說過 不過, 說Lily她平時很精靈 學琴、學畫畫都很擅長 就是不喜歡上學和做功課 就是這樣才頭痛 她今年五年級而已 就已經轉了十間學校 換了二十幾個補習老師 沒一個人能教她聽 你媽媽說你不喜歡做功課 只喜歡看故事書嗎 知不知道別人跟你說話 你不回答是否很沒禮貌 還給我 這一刻開始我就是你的補習老師 所以你要聽我的說話 做完你的功課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還給我 我可以叫爸爸媽媽解僱你 可以, 先做完你的功課 你叫我 給我下來 幫我走開 我怕哭的 幫我拿出去 你先嚇我了, 我怕哭的 你幫我走開 是你呀 你先把冷氣關掉 你認一下我… 你肯做功課就讓你出來 你覺得自己這麼聰明 做這些無聊的功課應該不難 你是魔鬼 是呀,我這一刻是魔鬼 你是聰明的 你就在裡面想想 如何面對這隻魔鬼 對,上學的時候就要努力讀書 回到家就要用心做功課 這就是現實環境對你的要求 你可以不喜歡,但你必須要克服它 否則你就繼續留在裡面 熬冷和怕黑 你不放我出來,我怎麼做功課 記住,你是不敢魔鬼玩的 否則下一次你受到她的懲罰 就會更加嚴重 你早點學聰明一點 剛才就不用捱苦了 其實我還可以做一些有趣的IQ體力玩 你自己出的?我見過的 是不是沒有你做的功課那麼悶? 你們是我的朋友,知道你今天來看Lily 故意來見你 對不起,我今天只答應來見你的女兒 還沒決定幫不幫她補 不是嗎?有什麼事就慢慢商量吧 依我說,Lily肯不肯被她補也成問題吧 媽媽,我要她替我補責 不好意思,我想我真的要考慮一下才決定 我先走了 她什麼態度呢? 難得女兒肯給她去教,讓我勸勸她 我和你女兒補習是否唯一我們倆 可以公開的關係呢? 就像每次我說要分手,你還是不讓我走 所以我就每次都在心裡走不了 就是因為你以前幫我 所以我欠了你嘛 所以我這輩子都要欠了你來玩給你嘛 嘉麗,上車呢? 你不用擔心,又說在這裡 你記住,你還有兩個妹妹要照顧 經濟方面,你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搞定她的 我不是要你幫我 你不是自己,也要為我妹妹著想一下 你又給我一個機會,當我接你 除了你之外,我最疼的就是女兒 我真的沒辦法,我現在很無助 所以我才求求你幫忙教她 你知道你開口,我一定不會死路的 是,我一直在說… 開口,可以嗎? 是,師父,趕過來 這裡每邊 administration天花燈 因為有小孩在那裡讀書的 不夠光線,他們是壞眼的 行了,那別安いて 每邊還裝多一點,光亮點 好 謝謝你,儘快幫我扔招待他 弄他,謝謝師父 別礙著地方 還有什麼呢? 你幹什麼? 現在機緊精神升級了 不收拾好地方怎麼會見人呢? 還有,機緊三寶遲點在這裡補習 當然要光亮一點,不是壞眼的 你也求不上A臣,沒什麼責任 你打算騙他們? 你知,遲些球會就正式跟程山簽約 小孩不肯回來踢球就不成事 不成事,球會就沒有經費 沒有經費,你吃什麼?吃球餅嗎? 但騙不了多久 總之你不踢爆我就有辦法了 老爸 Ason呢?又是Ason來教的? Ason的確答應來幫你們補習 不過今天就不空來而已 真是巧合 本來我約了碧霞來教我射罰球 但他又說不空這麼巧合 浪費氣,走吧 看看是什麼 Ason的筆記 Ason今天雖然不空上來 但他也把筆記交給你們看著 是A貨嗎? 不會吧?外面有錢也買不到的 哪有留? 留嗎?那不要看了 看?看就來看看 看清楚了,看看是不是真的 Ason還說等簽約後 他就會親身上來幫你們補習 那你留不留下? 留,有Ason補習,一定留 你們就聰明了 你們倆又怎樣?你們也要回考 Ason就保證 如果你們肯留下踢球 回考就一定過關,留不留 我們又不是名校生 Ason怎會肯教我們? 是呀 怎麼樣? 我之前親自去捏過他,他也不理我 這個世界有誰會嫌錢多? 我給他雙倍薪,他就肯教你們了 說謊 Ason? 我今天沒答應過你任何東西 好人不好學,奇幣也語 好字不好學,奇幣也當 好信不好學,奇幣也賊 好直不好學,奇幣也搞 好勇不好學,奇幣也亂 好剛不好學,奇幣也狂 就算你是仁智信直勇光 依然必須好學,奇幣 既有黃金光,也有顏如玉 日式上傳輸別讀,讀書多厚負 好學為負,好學為負 百分造人輸別讀,實在必須讀